Renderforce.com 一屁股做到男友!百公斤胖女家暴杀人,法庭便称,不小心的。 美国宾州最近发生一起可怕的家暴案件,加害者是一名体重过胖,重达136公斤的女子,她叫做Windy Thomas。 Windy平时有酗酒的习惯,每次喝醉酒,就会性情大变,不仅常和同居的男友发生争执,也会相互扭打,不过体重仅有54公斤的男友Kino Butler,总是打输Windy,最后求饶的大多不是Windy,而是Kino。 日前,Windy又和Kino吵架了,Windy不仅喝了酒,甚至想买毒品,Kino不断想制止她,最后还是遭到Windy一阵毒打,更可怕的是,这次,Windy竟一屁股坐在Kino身上,用尽全身力气压住她。 没想到,最后Kino的胸腔肋骨断裂,扁塌,导致止息,最后活生生地被Windy坐暴残死。 事件发生后,Windy被控谋杀罪,她在法庭上不仅否认惯性家暴,也声称杀死男友是不小心的,但Kino的家属可不这么认为,要求法官必须从众量刑。 此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。 此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。 写到此,我们可以发现,家暴家害人并非大多是男性,然而,最重要的是,良性之间应该理性沟通,包容,使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 请订阅,请订阅。 请订阅,请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